在路上遇到然後別人叫我台灣之光的時候 我就是會覺得有一種榮譽感 我就是也很高興自己可以到處在國外 這樣子為台灣爭光 然後讓國外吉他的人有辦法更認識台灣 我記得我大概四五歲吧 然後因為我爸那時候就很喜歡去打黃球 他都會帶我到球場然後剛開始我就是在旁邊玩 然後後來就我爸就發現我好像蠻有天分的 因為他本身可能更新上就比較專注 然後也喜歡挑戰 然後接觸網球之後他覺得打網球 每一球的來球都有不同的挑戰 所以他對這個運動就很投入 我記得我在小時候在比賽或者是在練球 都是跟比我大的選手一起練 他這個過程當中真的是蠻孤獨的 我記得有一次我們祭拳訓練之前 有一段時間的休息 然後我就跟他講你可以找朋友出去看要幹嘛 幹嘛 結果他竟然找不到朋友 可能我就是把跟同年級朋友的相處時間 變到就是跟其他跟國外選手 或者是其他選手有更多的交流 然後也有辦法更認識他們的文化 2018年年初的時候就是 剛開始就是打奧網 然後我拿到亞軍 記得很清楚就是那時候連續六個比賽 然後我就是連拿六個冠軍 從兩個職業賽然後到法王 再到文布頓 然後再回到台灣 然後那時候就是非常有信心 然後變得更冷靜 然後在處理球上面都比較不會慌張 而且在比賽的時候可以很快的去分析對手的有缺點 我想他現在比較會去真正的用心去體會網球 去了解網球 他會自己想要去得到一些關於網球的事 所以我覺得我這個地方還要再更加強 這四個多月 其實他贏的少 輸的多 雖然有很多的比賽他是輸的 他雖然打輸了 但是是一個很好的一個表現 其實今年有很多場比賽 我跟世界盤前100的選手打的時候 然後比數都是很接近 甚至有時候都還有盤末點 希望在年底以前可以打到APP前200